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型徒之業 我是阿欣 阿欣現在就在唐嘉的半島 今天帶大家看的項目 就是我們新加坡嘗試的人行企業 它的項目就是人行崩海半島的別墅 大概是300多平方左右 這個位置亦非常漂亮 大家可以見到我們十樓部 對出去的位置就是人行出資 三千萬打造的半島液站公園 環境很舒適 可以直接看到海景 奇澳島的風光 現在跟著我們的鏡頭 一起進去看看我們這個燕樓的別墅 小燕一下 他已經夠長了 是非常高的 要不然對著船它 但照片上成炎 突破了一點 還有別增加坡 跟著船上架 HELLO 之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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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就在我们人行的这个别墅区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别墅区的话已经是全部建设好的了 它也是一个现楼来的 早买的这个业主已经进行了装修了 在那边就可以看到那几座已经是投入了装修了 因为这个现楼买了之后银行放款或者你存款给清一个月左右就可以进行收楼的了 就可以装修了 它是分上下跌两种的 我们现在就先来看一看我们这个下跌 下跌的话它是有自己的一个花圆的 我们这个户型的话现在是9栋 101 这个户型的话它是323平方的一个大小 但是因为它赠送都比较多 它实用已经是超过500平方的了 我们这个下跌它是有花圆的 它就做了一个下沉色的花圆 后期它交收的时候这里是草屏 你自己装 你可以装这种下沉色的花圆也可以 或者种下花草草 现在进来里面看看 一楼的话是占地非常广阔的这个公共空间 就是给大家去活动的 它这个装修设计的话也做得很精致很漂亮 一进来很奢华大气的这个超过6米的超高挑空 一个中空大厅 你如果挂上这种水晶吊灯 整个感觉非常不错 很舒适 再来看看我们这边 它就做了一个 类似于喝茶区 茶室的东西 有朋友来到了 招呼朋友也很起派 再来看看 我们一楼的话 它的活动空间就真的很多 你明白了 有时候我们这种享受型的别墅 其实有些空间是要用来浪费的 很多过渡的空间 但这样的感觉上 是给人一种 很大气的很舒适的感觉 这里的话就是我们的餐桌部分 放饭桌的地方 它这里也做了一面酒櫃 一面酒楼 再来看看我们的厨房部分 它做了两个餐桌 这边其实是我们的西厨 你平时可以在这里吃沙拉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厨房 其实这个空间 你到时因为它是装修 是毛皮膠斧 你自己装的 你可以根据你的想法去设计它 你将厨房再装出去 再大一点 装中西厨也是没问题的 我们现在一个U字型的厨房 整体来说空间 料理台 非常多了 一楼的话除了这些活动的空间之外 它也设计了一间房向 就是这里 这一间房间的话 它的面积虽然不是特别大 但是它也是一个套房来家 比较适合老人家来住 长者房 因为别墅的话它需要走楼梯的层数比较多 老人家如果不想走楼梯的话 住一楼的长者房也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就是我们整体一楼的空间 我们的话其实是有二楼和它这个地下室的 Jimmy 你想看哪样 我先看地下 好啊 那我们现在下去地下 我们其实屋里面的话 它有设计电梯帧给大家 大家到时安装电梯也是OK的 我们下去下面看看地下室 我们这个下叠的话 它是一个四层的设计 一楼二楼再加地下室 地下室的话有两层 地下室也有两层 是不是好气派 它就做了一个夹层 你看到吗 我们地下室也可以做到一个中控 很英俊 很英俊 真的很舒服 空间很大 我们可以看到一下来的话 这些空间包括这些位置 是我们的电梯位 然后这里 先有比较细微的地方看起来 这里是一个走火通道 推出去的话它是走火的通道 然后这边是一个储藏的空间 洗衣房 如果有小朋友 小朋友还小的话 这些整层可以作为他的儿童玩乐天地 这里的设计就是这样 如果是小朋友 他有一个自己在家可以玩的地方 肯定很开心 很棒 很开心 整层都是他 人生赢家 这个小朋友 而且他那里还有一个彩光井 对 这里是有彩光井 但是我们刚刚 一流进来的时候 他那个地方 就是彩光井 然后这边也有宫位 这个位置其实如果你铺甲板 你还可以铺出去 因为这里也是彩光井 也有彩光空间 其实你这个隔层的话 看看你想铺多大 也是可以改造 那里还有一间房间 这里是一个储物室 这里的话是可以作为我们的保姆房 或者是一个客房 有朋友偶然过来住一住 那我们下去下面看 在下一层的夹层 它是直接通出地下车库的 就是可以从车库回家 对 可以从车库直接回家 这个别墅目前是我在唐家片区 看到设计 人性化最合理 布局最美的一个别墅 虽然它是碟水 它还不是独动那种 但是我觉得它的实用性 真的很强 这个位置通出去 就是地下室 这个地下室 地下停车库 地下停车库一进来 你停好车 接着的话 我们就从这里过来 你这一户就是直接 回到你的下跌的地下室库二 然后然后 这里上去 刚刚我开不了门的位置 那条就开通了 这样 然后我们这一户的话 这里就是直接进去 我们的上跌的地下室 它就是这样分布的 所以到时候你直接进来 然后回家 你可以在这些位置做一个鞋柜 你回到这里你换鞋 然后就可以在这里 搭升降低上去 一楼这样 看看这个 哇 这个真是 如果你把这个负二层的地下室 做完你的收藏室 你的红酒膠 你真是人生一大享受 自己家里面整个吧台 我想起来都很开心 这些日子真是 过得超舒服 喝一杯 你可以平时邀请朋友过来玩的时候 你就有很多的空间 因为地下室的面积很大 随意你自己这样去改动 去改造 你还可以设计一些多功能的空间 例如我们的马着房 我们的家庭影音房 这样 这里是一个收纳的空间 是一间来的 它的窄 即是那些不起眼的地方都有很多 很多的 其实我们的实用性是很强的 我们的实用率超过了很多的一个别墅 还有我们这些交标的耶鲁门锁 都是很高级别的配置 这个位置同样都是通往地下室的 其实它的地下空间 它是有两边的 不过这个就是车道来的 我们现在就参观了它的地下室了 我们上二楼看看它的房间分布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二楼了 二楼的话它就是我们房间的分布 这边和这边都是这个房间 先从二楼看看 你这样看回我们一楼的总统大厅 非常大气非常英俊 我很喜欢 来到也不想走 你知不知道它的总价是多少钱 多少钱 1300万 是不是算是性价比很高 非常高 我们现在进来看到 这里会有一个门 分开了主人房和一间儿童房 其实这种设计 它就很适合有小朋友的家庭 孩子更小的时候 你做子母房 是不是 一关上这个门 两边又各自保留了空间 亦是比较亲密 方便照顾小朋友 先来看看我们的主人房 我真的很欣赏它的主人房设计 一进来 两边是我们的一个衣帽间 男士和女士分开了 不用争了 可能大一点会更正 看下这个浴室 果然豪宅 是要配备浴缸 与众不同 这样才显到这个 豪华性 你看下我们的洗手台 都是双升款的分布 一人一边 正 看看这个放床的空间 你看看 如果你嫌这个衣帽间不够的情况下 其实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放衣柜 好 放张两米的大床 两边放床头柜 三边落床的空间 这里还足够 放多个茶几 再来看看 我们的主人房 它是自带露台的双露台的一个设计 它的这个门还是非常厚重的一个双层隔音区 旁边还有一个露台 是的 我们一个主人房有两个露台的设计 对 对 因为意味着你有一边的话 你可以把它进行改动 你推出去也可以 它会大一点 这个地方就觉得有点新奇了 是的 这个设计很好 如果你把那边推出去的话 你的主人房大了 这边你一样都有露台 都可以保持这种空间 我们再来看看 其实如果是嫌疑无间不够小的情况下 我们这一间这么大间的房间 这里其实有个门进来 这里一进来推进来是我们的主人房的设计 你把这里的话 都把它改造了 改它衣服间 主人房那边更加大 看看这间房 它还有一个套房的设计 可以做到套房的设计 如果不做套房做衣服间 够了 再不是的话 你即是子母房这里做 小朋友间 房间 棒 你的设计真是 很欣赏 很深度 对 很符合我们 想要的那种享受型的感觉 旁边的话 还会有一间客房 这个空间的话 也有一个外露的一个露台 这间房间 可以做儿子的房间 它都是套房的设计 二楼上面 一共是三个套房的设计 三间房 三套房 改动性其实很强 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求 因为除了实场不可以打之外 其实我们有很多空间 都可以进行 随意的一个改动 包括的话 我们这些中空位置 你都可以铺夹板之类 看你自己的一个需求 现在我们的下跌就看完了 再带大家看一个 上跌部分 上跌的话 那个弧形设计 还是比较好 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整个上跌的一层空间 大家看到 是非常舒适的 可以看一下 同样的 非常高的一个 中空的大厅 这个上跌的话 它的层数 要比我们刚刚看到的 这个下跌的弧形 其实是更加多的 现在 阿欣带大家看看 可以看到我们这里的 客厅的话 它这里推出去 它是有一个露台的 一个小爱露台 是的 其实我觉得 这个下跌整体的设计来说 真的是 上跌 上跌 更加吸引人 上跌整个的设计来说 空间大小各方面也好 是更加吸引人的 它会比我们刚刚拍的 下跌 它的面积要大了 这个弧形的话 是338平方的 它的赠送的空间就更加多了 可以看一下 这里的话 是我们的一个休息区 然后的话 这边 这一整层 它也整了一个 西厨的一个空间 巴桌 你平时可以在这里喝咖啡 或者自己做一些 碎果生日 各方面 我们的这个 饭厅位置 你看 排了一张非常强的 餐桌 是的 你这里 做这种长条形的 这种餐桌 这么大的空间 有没有一种在看浩门电视剧的感觉 有有有有 这种奢华大戏 特别是那种TVB的电视剧 童心丰富 然后我们的厨房 U字形的厨房 很开阔的一个空间 其实的话 我们这一层 一共是有两间房间 它的房间就更加多了 可以先看看这一边 它这个算是宫位 如果你封起身 你也可以做套房 不封的话 我们一楼就保持了一个宫位 这个采光很好 是的 两边采光的通风 这个壶形有一个优势的话就是 它的采光度很好 因为你看到其实没怎么开灯的情况下 很光亮 它全部都是小桶灯 其实它的光亮度是不够的 但是这个阳光真的补足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间房间的话 你可以做长者房 或者客房 它这里推出去其实还有一个 我们可以做到露台的一个空间 然后这边就是它的一个卫生间 三边下床的这个位置 还是有很宽阔的一个走道位 它的设计和它的装修风格 很符合现代人的一个审美 很舒适 不过说真的我很喜欢它的厅位 是的 我们这里的话 它还有一个露台部分 这边可以晾一下衣服 这里你就可以做它的一个洗衣房 晾一下衣服 是不是很隐蔽 很隐蔽的一个空间 如果有客人来到 他不会发现你这些空间 但是同时的话 又很实用 我们上去二楼看一下 我们的住人房 它虽然是上叠的 但是它一样也有地下室的 再加上一楼的这个 等下我们可以带大家看一下 它一楼入户的位置 还有一个小空间的一个部分 所以它的层数相对比较多 一上到这一层的话 就是我们上叠的二楼 它的房间很多 然后我们还有天台 这间就是我们的住人房 有一种你看 上开门 这种豪气 是呀 正 这边是衣帽间 衣帽间的彩光也很好 来到我们的卫生间 它这个位置还有一个隐藏式的 马桶的位置 浴缸 南洛区 这个空间才正 你能否发现它这个设计 有一种来到五星级酒店的 总统肚房的感觉 是 你看 这张 哇大错 尤其它这个 落地窗的一个设计 哇 直接是酒店的房 然后它还有外露台 其实这间房间是可以 看不到 海的 很重 它可以看到海 看到企澳岛 对呀 海景房 是海景房 那大家目前看到外面 你看到这样的一个景观 你都不需要担心 因为下面 它后期是会收整的 会做这个 绿化在这里 会整改 但我们 现在这个海景的 景观 就无可复制 就算你这里放在这个 这么阔的电视柜 整体的空间 还是非常大 再加上按摩椅 哇 完美 正 这间主人房会不满意 非常满意 再来看我们的其他房间 你不要看这间 儿童房 好像很小 你看 衣帽间 又有 接着我们的 卫生间 一应俱全 卫生间 外面还有一个露台 还有一个露台 这个套房 很厉害吧 果然只有别墅才会有 这么豪气的设计 很厉害 房间大小 面积 真是 这里还有一个 对 好大 将它封了玻璃 小公主在这里画画 这个画面是不是很美好 对着直阳画下画 如果我们想看这个外观 你可以参考 对面的 对 参考对面 就会看到上跌和下跌的区别 我真的 我喜欢这个 户型的房间设计 我觉得很棒 那里是电梯位 那里是电梯位 这里推出去是一个安全通道的空间 你以为电梯位就在这个位置 还有我们的过渡空间也很多 这些地方都可以利用起床 是 做一个公共区的图书角 看看书 加些装饰 放下那些懒人躺椅 直接躺下 懒人梳化直接躺下 上面就是我们的天台 改了 这个设计有点像我们在三乡 半山中心城其中的一个 天台的设计 这里还有空间 这里是一个雜物房 然后在这里 如果是开派对就很棒 这里就是宫位 相对来说它人丝都会很好 很高 它这种装修风格也很吸引人 还有外面这里就是我们的阳台 整个这个楼顶 其实 都是做了开放设计的设计会比较多一点 你看 你想要的这种 在到BBQ或者在到夜晚聚会的氛围 这样就有了 看看海景 这里 没有遮挡的海景视角 哇 正 然后你这边还可以 做一个 升空吧台 晚上喝两杯 你不觉得你整个天台的那种氛围感 真的很适合 叫上三五之几来聚会吗 是的 我都发觉有这种感觉 你们是否以为我们的上蝶就这么结束 不 我们上蝶一样有地下室 还要是两层 现在阿欣带大家看看 我现在就在我们这个上蝶的一楼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到时是一个入户门来的 入户门 然后它也会有一个很大的彩光天井 因为我们有地下室 还有一个很高层的地下室 大家可以看到紫帽门 然后一进来 这个位置 其实就是我们的电梯井 然后这里就放鞋柜 放鞋柜 因为这个位置 它还有一个收纳空间 收藏室 所以你的鞋柜 其实可以整得很大 不同 季节的鞋 你又可以放进去里面 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就是我们一楼的空间 即是入户门就是这样 是的 它的话 还有地下室 如果你是开车的话 基本上我们一般在地下室停车 直接坐电梯 就上去 我们的这个 大厅 我现在 进来看看 这个是自己的私人电梯来的 私人电梯 也有五层 我们现在就向这个一楼 我们现在向一楼 然后刚刚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厅位 就是三楼 还有房间就是四楼 上面天台就没有电梯 其实我们还有个天台五层 所以一共其实加起身是六层 是的 我们的空间很多 我们现在就去负一 电梯做得挺好 挺高级 它可以坐到六人 所以一家人用的话 这种电梯是没有问题的 还有我觉得这个上跌空间 是很多的 330平方 但是它的实用性 绝对是超过了 然后的话 它的性价比就会比较高 同样 其实刚刚我们看到下跌是323 这个338差了少少 但是的话 就多了几层 是的 层数多了很多 可以看到 这个位置的话 就是刚刚我们的天井的 下面 对应的空间 阳光是很充足的 照到来是完全没问题的 看看这个阳光 它可以不封彩光井 直接就拥有了充满了阳光的地下室 如果你封了彩光天井 雨水 排水问题就不需要担心 很棒 它的每一处细节我都觉得透露着车滑 是的 透露着令人充满惊喜的感觉 它这里的话 你除了可以坐在我们的负二层地下室 同样也可以走楼梯下去 因为我们这个只是地下室的其中一个隔层 但是它的高度也很高 和正常的楼房的高度是没有区别的 在这个位置你看下来就能看到 因为它这里做了中空的设计 很高的吗 处处透露着这些细节 是的 这些空间你可以在自己室内打高度 或者你在这里放楼梯球台 乒乓球台都可以 完全没问题 或者小朋友玩的空间都可以 这里是我们的宫位 你还可以在这里唱棋 我们现在下去 最下面看一看 你看 连楼梯的这些细节都做得很好 这里有彩光窗 下面就是一个休息区 你晚上想自己静静地的时候 这边你可以整排做了酒櫃 这里做一个酒桌 喝喝东西 或者有朋友来参观 这里可以作为一个会客室 大家在这里聊聊工作 聊聊天 是可以的 是不是很舒适 还有彩光天井 透到我们负二层的地下室 都是很光芒的 你看 这里也做了一个休息区 是的 你的灯 你坐下 真是享受的 其实别墅 别墅不需要 很多房间 很多失用的空间 就是需要这些 地方大用来浪费的面积 你会令人很喜悦 因为地方大过来是不同的 对不对 那边是我们的工位 这里还有一个卫生间 是的 还有一个卫生间 这个位置做了背景板 就是刚刚我们楼梯走下来的位置 这些空间其实是可以作为储物用的 你看这些位置做收纳 这些楼梯 这就是我们的电梯位 如果我们乘搭升级下来的情况下 我们从一楼大门进来乘搭升级 你就可以直接下来这里 这里出去就是我们的地下室的停车场 刚刚我们介绍上碟的时候 也介绍到 这里就是上碟的地下室 这里就是我们下碟的地下室 这里出去就是停车场 不知道大家看完了我们这个人行的上跌和下跌 这两个互形之后 你更加喜欢哪一个呢 它就是成熟的燕纽 323的下跌和338的上跌 它们全部都是成熟的燕纽 搞定手续一个月再有时间就可以收纽了 还有我们这边的性价比相对来说都会比较高 大约总价是1300万左右就可以交易的了 如果大家对我们这个位于唐家半岛人行的别墅感兴趣的话 召唤我们 多谢收看 下期见 拜拜 上置业大湾区的朋友 我们免费为大家提供九大置业服务 撥打电话 66324512 联系我们 自业大湾区首选型图置业 的